各位三知识,大福丁首诺严经第四卷,现在经文讲到第十八页,第十八页的第九行,从后边传来第四行。 又你朝夕生灭不停,之间每一流一世间,夜运为常千一国土,将之望成,是第四重,明众生处。 这个五族,这个族问,就是对主而无运,配合说明,节族就是越身运而说,见族是对这个受运说的, 烦恼主对响运,那么游了前面三重啊,深月游了这个身心,把这个四大,啊,假和之身,执着为实。 而游了受响耳孕,那么就有心理作用,在心理作用方面啊,受,喜欢这个好的受用,享受。 游了受响耳孕,第六意识的福士乱想,他从游生以来,就不曾停过他的响。 那么游了这个身心烦恼,哎,他一天到晚了,就生灭不停了。 游了这个身心烦恼,那么现在所念的这一段文是第四,众三族,是对行运讲的,行也流动为一,因为他第七穆纳师,执着第八穆纳师的见犯为我,那么他这个我之非常的重, 所以,对内,有我吃,我见,我慢,我爱的四种根本烦恼,缠住他,执着第八穆纳师为我,所以他是染分于他,对外,他推行第六意识的妄想,让他一天到晚想过不停。 所以,第七穆纳师,是一根,意识者的根本,我们现在凡夫,只能知道第六意识的作用。 第七穆纳师,他的作用,我们心出尽细啊,配合不到他的这个作用的情况,没有办法了之。 而因为有前面四穆纳师,那么对这个色神的执着很坚固,认为这就是我,而有四穆纳师的心理作用,贪着这个一切万发,造业不停。 那么从此啊,他一天到晚就没有停止的在哪里,生生灭灭,又,还有。 释迦牟尼佛对欧南说完,上面的烦恼着,对响运说的,说完之后,接下去要说这个行运,众生着,所以说又,还有。 释迦牟尼,在当时指欧南,它是当鸡,那么也包含当时的听众,乃是未来的众生。 我们大家通通包含在这个释迦牟尼里面。 朝夕,朝夕,朝,白天了,夕,晚上了。 朝夕两个字就是,从天亮,白天,一直到天和的夕阳夕下,天和以后一直到天亮,就这样朝夕,一天到晚了。 第六意识的生灭心,妄想,念念生生灭灭,从来不曾停工。 这个话说了多次了,我们的第六意识,平常是,你就是五根不远五成吧。 第六意识,也有三位独头啊,他自己圆他自己的内心的境界,旧的影片搬出来看。 那么如果睡着呢,他也有这个梦为独头,所以睡着就做梦。 你们有梦为独头律师啊,在哪里翻旧帐,把过去的那些底片,统统翻出来看。 所以在做梦的时候啊,往往是梦见过去,几十年来,所有经过的许多事情。 啊,假如你会修产丁吗? 能若丁,哎,有这个定位独头律师,啊,他会在哪里起作用? 所以若丁的时候,身体的新陈代谢一切正常。 因为他有定位独头律师啊,在哪里,啊,这个配合新陈代谢,不会停止的。 所以一个人,从身到死,一天到晚,啊,晚上到天亮,他就这样子念念生命,不曾停止过。 啊,心理的妄念不曾停止过。 啊,学佛的人,虽然是有的时候会晓得修行啊,修善法, 啊,修出时间法,念佛,参禅,食咒,修罐,礼佛,读经。 但是这都要靠第六一诗的作用。 第六一诗,他能好能坏,坏造业,起贪嗔痴,无欧不足,好,他能修行。 啊,他有善心所,十一种善心所生起劝行,他会按照佛法去努力进修。 所以,第六一诗啊,提毛从此的作用,也由他,啊,那么因此他一天到晚,生生面面,不曾停止过。 而然因此,对这个情愿的情况啊,很细,我们没有办法体会。 啊,所以不能越行问当地来说,只好借这个想运,他所表现的情况来做说明。 因为想,就是由这个,呃,行运的第七诗,为根,发生的作用的。 所以人呢,只见每一遇流于世间,每一个人的所知,所见,他老是想如啊,能够永久保留在世间。 呃,已经生了,能够不死就最好。 啊,他的希望都如是,啊,像古代的帝王,尤其大家所知道的秦始皇,秦始皇,秦皇正啊,他的名字叫做正。 啊,他在周朝末,啊,七国真雄的时候,秦始皇很强,把其他六国都把它灭掉。 啊,叫做秦吞六国,啊,这个秦吞六国,把其他六国灭掉了,只剩下他秦国,而秦国由此统一天下,把整个中国统一起来了。 既然统一了,他呀,公告我们,啊,他就想要做皇帝了。 他认为,他认为他的工作,从当政以来二十六年,呃,于呃,秦王正二十六年的时间,把六国灭掉了。 同一天下了,他觉得,他的工作,他的能力,超过古代的三皇五帝,因此,他就自称皇帝了。 啊,皇帝的名词啊,就是从秦始皇开始,以前的周朝只称皇,春秋称他为天王,没有称皇,更不敢称帝。 只有秦始皇,他统一天下了,他成皇帝,而且他的妄想啊,他希望他不要死,继续这样子当皇帝下去,叫做始皇帝,始始开始,开始第一位皇帝。 他如果不死 永久当皇帝 这些老百姓就是他的奴隶 这个国家就是他的财产 如果他会死的话 他就希望他的子孙这样接下去 他是第一位皇帝 死皇帝 那么他的儿子如果再做皇帝 就是二世皇帝 然后孙子三世 这样子一直四世五世六世乃至无量世 他的妄想如此 可是他没有想到啊 做了皇帝想成仙 派了好多使者去找神仙之药 都没有成功 而他统一天下之后 暴政 胡多乱回 那个土木工程不晓得多的有多少 建欧皇宫 建万里长城 啊 还焚书坑儒 啊 这是无欧不作 结果万民都返东了 啊 他的皇帝只做了十二年 秦始皇 皇帝只做了十二年 啊 他在西纪前 他在西纪前 二二一年 西纪前的二百二十一年 统一 统一 统一这个 整中国 就是把秦存六宫 以达成目的 做了皇帝 只做了十二年 做了十二年 就死掉了 据说他这个死啊 是被人啊 把他毒死的 执做了十二年的皇帝 死的时候才五十岁 人身不满百啊 常怀千岁 千岁油 人 在世间 要活到一百岁就很难了 可是呢 他的油律 他的计划 超过一千岁 秦始 秦始皇 就是老子 那么他死掉了 赵高 扶他的儿子 扶害 他有两个儿子 扶苏 本来是太子 他叫他扶苏 太聪明 太好 没有办法玩 那么就把扶苏灭掉 那么把扶害扶出来 哎 他对扶害 扶苏为麻 人家献了一个扶子 他跟扶害说 二世皇帝啊 你看看这是什么 他说 哎 这是扶子嘛 赵高说 不对啊 是麻 扶苏为麻 就这样子来的 扶苏为麻 混淆诗听 他就是这样子 他做的 当时 所有的文武大臣啊 他就问所有的人 你们看看 这是露 还是麻 有人不敢说 有人就说是麻 顺他的意思 有人说不是 那是露 你要知道 说露的不久啊 都被他杀掉了 啊 恩那个福亥啊 既然说是露 他知道这个人也不行了 做了第三年 糟糕就把他灭掉了 啊 就把二世浮害 也把他 啊 害死了 浮 是古愿浮 害 就十二时辰 曾有受害的害 不是伤害的害 不要搞错 浮害灭死了 他拢一个小孩子 出来当皇帝 第三是 资营 啊 可是这个时候 已经天下大乱了 他只是门关起来 做皇帝而已啊 楚汉真风 结果啊 慈言就被 向王